平常细心饲养的牲畜全部葬身火海 让农民不禁放声大哭 大陆贵州从2月10号开始陆续出现森林大火 12天内就发生了221起火灾 被烧掉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台湾 由旅客晒出在飞机上经过贵阳上空拍摄下的山火画面 只见夜色下山火连成一条火龙 到了白天火势持续蔓延 距离民宅只剩一步之遥 消防局出动6500名人次 没日没夜的救火 其中有两位打火弟兄不幸身亡 不过大陆民众质疑 森林野火10号就发生了 大陆官媒却不见大篇幅报道 直到21号消息陆续曝光后 火都灭了 难道是想压新闻吗 特别是在贵州西南部这个地区 温度比往年要高2到4度 这个降水又比往年少了5到8成 专家分析主要是这波雨雪冰冻天气 没影响到贵州西南部 导致当地植物生长茂密 枯枝落叶干燥 据初步调查这波贵州山火主因 还包括民众上坟祭祀 燃放炮竹 乱丢烟地 焚烧杂草等行为 才导致野火燎原 春节期间正好是祭祀用火 包括燃放烟花炮竹 比较集中的时间段 有网友披露 贵州大火已蔓延到广西 云南 四川 但未获得官方证实 另外大陆网友怀疑 这波野火烧不尽 是因为大陆先前宣布 禁止出口珍贵中药财到日本 而贵州是四大中药财产区之一 可能有日本间谍怀恨纵火 充满想象力的阴谋论 让人哭笑不得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